今天呢,为大家做的叫 咕咕好香 然后这个是杏鲍菇 然后,把它切片已经汆烫过了 汆烫呢,很多人不会把杏鲍菇给汆烫 汆烫会把它美味给提升上来 然后,我是先切薄片再汆烫 然后准备还有 芹菜叶 很多人都把芹菜叶给丢掉 其实它是可以吃的哦 然后我们来试试看 用芹菜叶跟杏鲍菇做搭配 会是有什么样的一个 味觉上的一个撞击 然后有准备 都看得懂啊 黑木耳 红萝卜丝 然后放奶油 一定要放姜哦 因为如果跟小蕾一样是吃纯素食 而且没有五辛的 没有五辛的是一定 每一道菜都是要加姜 都是老姜哦 然后调味料呢,大概是沙糖 加酱油 然后一点点蚝油 好,我们来试试看 首先将那个老姜爆香 放打酱油 然后不要蒜 然后把它去煮肉 然后接下来 就要倒水大火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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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洛耳 然后用大火快炒 就是炒的这样子 软软的然后干干的一滴水都比较爽 就是铲子要一直这样子 然后现在把它装起来 盛起来之后呢 锅中再放一点油 轻一点就好 然后现在再来是要等油热一点 放芹菜叶跟辣椒 轻一点油热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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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到干干的香香的 然后就把加点水 整个平太一丝了 可能就要都已经香气都流出来了 然后这时候可以关键小火 这时候我们来做香料 喝砂糖 下油 然后醋到油 然后放入甜点 这样子里面 变成熟 三碗 只饭 并非要搅拌 要快速打个烧毁 刚刚是尝了一下 真的取的名字很好 姑姑好香 真的好香 而且很下饭 有别于三杯的感觉 这一次是用芹菜叶 创造一个不同的感觉 姑姑好香 姑姑好香